有爱还在散播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去鸟 不是踏踏玩耍丘了牛 放牛的孩子往海啸 我叫周周 今年23岁了 我从2019年开始拍摄抖音短视频 记录一些我们农村的原汁原味的生活 以前霸王的小时候他们怎样做的 然后有些东西都会被遗忘了 我的短视频的话 主要是拍摄农村的生活 包括了我们上山砍柴 下地除草 种包裹 种花生 以及我们去赶肠 还有我自己去卖东西 除了这些的话 还有我农村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 王后们玩的那些游戏 反正这些就是我们最原汁原味的农村真好 我们这团队就是四个人主持 东马 他说从小玩到大的伙伴 他现在和我一起出镜拍一些美食 然后私底下还要换视频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族里面的军农王 他是老莫堂弟 跟着老莫学摄影 灰灰吗 他是从爱宁年吧 十二月份 从我们朋友家抱来的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慢慢地长大 然后我们上坡 他也上坡 我们下河 他也下河 总是在我们旁边 老莫 你别看他 比我大 但是从辈分来他叫我说输 是的 他拍视频的时候要凶我 老是凶我 你这样不对不对不对 不对 表情不对 不行 你做得太慢了 不行 你一再玩你的海狼了 哎呀没动了 对 面对镜头有点害羞 然后表情僵硬 军力演技的话 里面有些看一些电影 那些电影的话很有演技了 然后慢慢地都习惯了 就克服了 然后镜头再看开始我就能做事 其实做美食视频是很难的 有的网友可能会觉得我们人是随便做一做就吃 但是确实不是这样的 做美食视频不像我们平时吃饭的那样 能够吃得下去吃得饱就行了 美食视频不仅是要讲究美食的做法 更要讲究色相位俱全 至而它在视频里要呈现出让人很有食欲 特别是在做一些传统美食的时候 做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我年纪比较小了 不经常接触到这些传统美食 所以我就会去向家里面的长辈 请教一下这个在怎么做 桌面的那些力度 调料的比例 以及那些下锅的顺序 都很重要的 这些下锅的顺序 都很重要的 都很重要的 妈 你看我拍的视频好多人喜欢 嗯 希望你长的车 我才没长的车 你敢开拼呢 之前我也出去打过工 挺不习惯的在外面 出去了之后就特别想家 觉得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想回来守护一个人 我的妈妈 妈妈之前生病了 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他爸爸的身上 姐姐在读书嘛 然后爸爸在上班 上班 我自己 这个上班如果有钱的话 也该解决一点 让他 让爸爸分担一点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承担一份家庭的责任 得你的平台的话 给我们年轻人很大的机会 因为想以前的话 想上电视上手机 能看到的话 必须接受媒体采访 演电影才能看到 现在的话 大家都能拍抖音 然后大家都能看见 在乡村 我们不缺乏创新 因为乡村不仅有 生态的山山水水 我们地道的美食 还有身后的传统文化 这样的文化 就是我们源源不断创新的源泉 对于以后的话 我们想的是用软视频 宣传我们家乡的文化 在这样的技术下 建立一个具有家乡情怀 和地方特色的品牌 创造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